与蔡英文总统互碰手肘打招呼 为了纪念台湾关系法成立42周年 美国总统拜登派遣好友 前参议员陶德率团访问台湾 访团成员包括两位前副国务卿 阿米塔吉和史坦伯格 陶德致辞时表示 跨党派代表团来台 适应拜登总统的请托 来重申美国对台美关系的承诺 以及台美在共享利益关系上的坚持 近来中国频繁派遣军舰 以及军机在周边海空域进行军事活动 这不仅改变印太的地区的现状 也威胁区域的和平稳定 我们非常愿意和理性相近的国家 包括美国共同守护印太区域的和平及稳定 并且阻止冒进以及挑衅的行为 陶德表示 拜登政府是可靠且值得信赖的朋友 会协助台湾拓展国际空间 支持台湾积极投入自我防卫 在供应链的安全 5G科技以及基础建设等方面 台美双方都已经展开了更密切的合作 期待尽数重启TIFA对话 并且进一步强化双边的经济贸易伙伴关系 总统蔡英文表示 针对国际近年重视的认知战 台湾在因应假讯息方面 可以与美国和国际伙伴分享经验 新唐人亚太电视张晏廷 这里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